台湾真的是人才背书 由于迷信鼓高线的工程师 放弃了高新创业 结果现在年收入更高了 因为他发明的是智慧音乐盒 特殊在不只可以换歌 还可以把这个音乐盒 变成乐器来弹奏 而且全部都是MIT 现在外销到50个国家 一年还能创造破2000万的营收 老老上口的流行歌曲 透过音乐盒播放 或是点一下 曾经风靡全台的国片主题曲 音乐盒播给你听 还是来一首70年代的老歌 带你一秒穿越时空 过去想到音乐盒只能单曲循环播放 但这个智慧音乐盒结合科技 只要点点APP就能选歌 原来是因为创办人过去在戏谷 担任任体工程师 透过自己开发软体写程式 把上万首歌曲放进APP 成功打造一台用手机就能遥控的音乐盒 我们的优势当然就是把音乐盒带入现在的科技 所以我们之后来才慢慢揣摩出来说 其实我们用这个科技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无联网 其实我们做到的其实是把人的感情拉进去 不只可以播放上万首歌曲 更特别的是还可以让音乐盒瞬间变身成乐器 想要弹奏什么都可以 就让我这个钢琴小白弹给你看 像我这种不是非常会弹钢琴的人 也可以透过音乐盒来演奏出我想要的音乐 智慧音乐盒光是去年一整年就创造破2000万营收 而且超过6成的订单都是来自国外 甚至还有来自日本的知名摇滚歌手 俄罗斯的买家都跨海订购 就是因为可以客制化 而且这个音乐盒内的所有内部零件都是MIT 美国最多美国外销大概占6成 目前累计下大概有50过 长期来讲目标是用科技说你的故事 打着有温度的回忆载体 把一手手动人曲目 串起一个个人生故事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音乐盒也能继续做出美好乐章 让台湾被世界看见 东森财经新闻王家宏 黄浮祥 张可君新北采访报道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